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会接到推销电话 您好 可以占用您两分钟的时间吗 刚开始的时候听到这句话 他会立刻把电话挂掉 可挂了电话又觉得内疚 感觉自己没礼貌 毕竟大家都是为了谋生 都不容易 所以下一次又接到类似的电话 他开始去觉得有些委婉了 他会说 对不起 我有点忙 不好意思 我正在开会呢 这样的理由陈鸣响了一大堆 后来对方又打电话 他干脆直接说 行 您需要多长时间 不过我事先说明结论 就是不管你怎么说 我肯定是不会买的 您介不介意白白耽误时间呢 对方的语气有点失落 回了一句 您买不买都没关系 于是陈鸣又耐着性子 跟他说了十几分钟 当然最后还是没有买 后来对方虽然礼貌地挂断了电话 但语气中明显充满了不爽和不开心 再提起这件事 陈鸣有点感慨 明明是一番好意 但反而弄得别人不开心了 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拒绝呢 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总是担心拒绝别人 会让对方难堪 所以选择婉转 但无论你的理由看起来多象征的 你都是在消耗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干脆利落地拒绝 比看似委婉得体 却消耗对方的犹豫 要善良得多 就像作家萧莹 吐槽的那样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你不用对我撒谎 婉转 顾左右而言他 我并不生气你的拒绝 我只是生气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不纠缠 有界限 懂拒绝 不消耗别人 也不消耗自己 干脆拒绝是对别人的负责 圣尖和戴 在25岁之前 一定要学会的拒绝力中说 不要因为拒绝别人 而心生罪恶感 必要的拒绝能替对方 节省时间 帮他尽快找到更正确 合适的解决办法 我们总以为成年人的社交中 有一条潜规则 没有爽快的答应 就是拒绝 我们总担心 成年人的拒绝 如果不够委婉 就会伤了对方的面子 当头来却发现 最高情商的拒绝 不是千方百计 去找合适的理由 而是越干脆越好 前几天 同事小麦家里有急事 要请几天假 恰好一位客户打电话 找他谈签约的事情 小麦只好找同事小可帮忙 可小可 最近要照顾生病的妈妈 实在没有时间 却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于是在脑海中反复思考 该怎样拒绝 小麦见小可半天不哼声 以为她默许了 留下客户的资料 就急忙回家了 小可拿着资料有点生气 想着反正我没答应 对这件事也不再管 等小麦回来上班时 发现客户已经跟别人 签了合约了 两个人争吵了一场 也因此产生了很深的隔阂 如果当时小可直接拒绝 小麦或许还可以找别人帮忙 或者跟客户沟通 延迟一两天签约 结果就不至于那么糟糕 干脆拒绝虽然会让人 一时不开心 却最不耽误人 可以让对方把时间 花在正确的事上 听起来冷漠 其实反倒是对他人的 一种负责 作家艾晓杨在当编辑的时候 曾经就不尽人情过 对别人的投稿 如果质量不过关 他会在十分钟之内 给出回复 不好意思 这个稿子不适合我们 赶紧另头吧 同事担心他太伤人 但他这种做法 反而赢得了作者的信任 大家都觉得他很专业 也不拖拖拉拉 浪费作者的时间 我们总以为拒绝 一定要有合适的理由 但其实不是 因为比起 磨磨叽叽的模棱两可 干脆拒绝 才是对对方的负责 其实明确的拒绝 是一种修养 更是对彼此的尊重 既不会勉强自己 也能让对方 有准备 有时间 去及时寻求第二种方案 聚伤是个好东西 你值得拥有 直呼上有人提问 过于干脆的拒绝 会不会显得太幼稚呢 高赞回答深得我心 说是太理智了 拒绝这件事 行就是行 不行就不行 千万别装 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谁都会有疲于应付的时候 能帮的时候帮一把 这是情分 帮不了的时候 也不必难以启齿 前段时间 热播的综艺 令人心动的Alfred Lee 说到过一个词 聚伤 意思就是 拒绝别人时的情伤 简单来说呢 就是每个人都有拒绝的权利 能在第一时间 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 并且让对方欣然接受 是一种高级的能力 身为导师的何炯 也曾经在节目里分享过 关于拒绝的必然性 当别人的要求 触及了自己的底线 就一定要提出拒绝 因为干脆拒绝 才是最好的社交规则 就像三毛说的 不要害怕拒绝别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 出于正当 当一个人开口 提出要求的时候 他的心里 已经预备好了两种答案 所以给他任何一个 其中的答案 都是意料之中的 你的干脆 往往能让人看到 你的原则和底线 而有原则和底线的人 往往更容易获得 别人的尊重 正如白岩松所说的 人的价值 是靠拒绝而来的 拒绝可以让你变得更珍贵 一直记得陆奇的一句话 大家都以为 帮人才有力量 而实际上 拒绝是一件更有力量的事情 拒绝是你的权利 你并不欠别人什么 而所有你不想答应的事 一定要在最开始 就干脆拒绝 这是情商高的体现 也是对彼此 最好的成全 好了朋友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 祝大家晚安 好梦 好梦